当大灵圣女朱安嫁给鲁迅,看起来门当户当的婚姻,两人隔着的却不是空间的距离,一个自甘附庸卑微的仰望守候,一个在抗拒中处处挣脱,各自恪守着内心,开始了两个人的并列滑行,永远没有交汇,朱安一生独守空房,无碍无幸四十一年,他像一只从墙底慢慢向上爬的蜗牛,期望着有一天会爬到墙顶,但是用尽力气仍然没有达成心愿, 一辈子最怕的是成为孤魂野鬼,临终的唯一要求还是被拒绝,在于鲁迅的婚姻里,自始至终扮演着悲凉的角色,而造成这一切的又是谁的错,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,朱安出生于十八七八年绍兴的一户商人之家,他算得上是大家闺秀,彼时绍兴女孩子都要缠脚,否则嫁不出去,朱安也不例外, 五岁时便被母亲给裹了小脚,这一裹成为他悲凉人生的起点,少女时期的朱安,是在女儿经历的熏陶下成熟起来,父母让他牢记的是烧茶汤,敬双亲,父母嘛,莫作声等钢场礼教,这种文化植入,时间久了让朱安做事情都莫守成规,只认死里, 也为将来埋下了祸根,朱安二十三岁时已经成了当时的大龄青年,就在家里着急他的婚事时,鲁迅的母亲看到朱安,非常满意他的为人处事, 而当时的周家已是落魄到只有他一个人在苦苦支撑着家,鲁母看与朱家门当户对,便私自为鲁迅定下了婚约,鲁母将订婚的消息告诉了正在南京读书的鲁迅,遭到了具有心思想的鲁迅反对, 母亲不断催促他尽快回来结婚,早些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,鲁迅一直逃避,后来又去了日本,当朱安二十八岁的时候, 朱家不想再拖下去了,鲁母也听闻了儿子在日本有女人的传言,于是便装并把儿子从日本骗回来成婚, 而这一操作成了鲁迅永远解不开的结,在五年的漫长等待中,朱安也隐约听说鲁迅对这桩婚姻不满意, 而鲁迅是父母命不可为,无奈之下也曾提出了两个条件,一是把裹着的族放开, 二是去学堂读书认字,朱家遵从的是女子无才便适得的旧礼教, 他们只当耳旁风并没有实际行动,而朱安抱着生是周家人, 死是周家鬼的决心,等到了婚礼的这一天,朱安比鲁迅大三岁, 按照古今说法女大三,抱金砖,看起来还蛮般配,年龄从来都不是爱情婚姻的羁绊, 当今社会姐弟恋也很普遍,何况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的年代, 鲁迅即便回来知道是母亲骗了自己,也深感无力, 他只能在两家人的安排下,尽快和朱安完成这桩婚事, 他带着抗拒上路,由此开始的一切便有了因果关系。 结婚的这一天,鲁迅也是第一次见朱安,为了取悦鲁迅, 朱安穿折一双里面,塞上棉花的大鞋,假装放足, 却因为不小心一只鞋子掉下来,露出了他的三寸金帘, 鲁迅当即就心灰意冷了,人生三大喜事之一的洞房花竹叶, 鲁迅与朱安几乎没有交流,更别说什么亲密接触了, 他去了书房,暗自流了一夜的眼泪,也为事后家庸说, 他的脸上沾了许多电氢染料,这明显是泪水打湿了被子浸上去的, 硬刚如鲁迅这样的有为青年,将泪谈得这般凌乱, 他的心里到底有多苦。 四天后,鲁迅便返回日本,两个人一个屋檐下都没有交流, 何况隔着千山万水,鲁迅是挣扎的, 他感到迷茫,他离婚怕朱安回家乡,没法活下去, 而假装很喜欢母亲赠给他的这个女人, 因为不会虚伪又做不到, 因此他只能残酷的对待,他感觉没有一条路是对的。 当鲁迅结束留学生涯回来,与弟弟关系破裂后, 他决定搬家,鲁迅给了朱安两条路, 要么回自己的老家,绍兴他给生活费, 要么留下和弟弟一家继续生活, 实际上鲁迅有了休憩的想法, 而朱安执意要照顾鲁迅的日常生活, 他的不离不弃没有感化鲁迅冷硬的心, 相反,他与朱安的交流一天不过三句话, 全是最基本的问答, 为了减少接触, 鲁迅甚至把一个柳条箱子放在朱安房间的门口, 放换洗衣服, 以避免和朱安讲话, 从1919年起的十年里, 鲁迅搬了三次家, 每一次都给了朱安希望, 他满怀期待地幻想着可以开始新生活, 等着鲁迅能够同床而眠, 可以为周家添丁, 可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, 也为鲁迅的思想意识里, 爱情是纯洁的, 在没有爱情的婚姻里生下孩子, 是不道德的, 他宁可冬天穿着单薄的裤子, 克制着自己欲望, 也要坚守着他的操守, 在有名无实的婚姻各自煎熬了二十年, 直到徐广平出现, 徐广平是个具有新思想的文艺青年, 作为鲁迅的学生, 他出现在鲁迅的书房里, 与鲁迅探讨知识也谈天说地, 就思想的朱安遇上新女性, 他既排斥, 但又爱乌吉乌的欣赏羡慕徐广平, 他为他们端茶倒水, 鲁迅对朱安的态度也传导给了徐广平, 他默视朱安的存在, 与鲁迅的感情发展成爱情, 两个人成了伴侣, 1926年, 鲁迅与徐广平去了上海, 自此摆脱了朱安二十年的陪伴, 这是鲁迅生命里最快乐的时光, 没有朱安, 而徐广平又在他的身边, 当得知徐广平怀孕了, 急于抱孙子的鲁母非常欣喜, 他接受了徐广平, 朱安似乎被抛弃了, 成了孤家寡人, 当鲁迅去世后, 58岁的朱安还是一如既往的照顾着鲁老太太, 以周家媳妇的身份恪守着孝道, 直到老太太离世, 朱安照顾了鲁母, 足足有38年, 完成了她的使命, 没有人需要她了, 但老太太临终前有过托付, 让周作人将每月寄给她的钱, 继续如数寄给朱安, 朱安对周家有恩, 不能让她孤苦无一的终老, 后来因为生活费时段时续, 朱安经常有上顿没下顿, 到了连一只猫都养不起的地步, 便想到了贩卖鲁迅遗物, 这些由她保管的藏书, 真人真计, 不得已采取变卖的鲁迅遗产, 却遭到了徐广平的阻止, 朱安怎么能掂量出这些珍贵文化遗产的价值, 她的眼光也只限于她眼下的温饱, 这一刻她再也不想藏着委屈, 哭道,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啊, 你们怎么不管我啊, 这一句让世人听到的最有分量的话, 也看出她一生的悲凉底色, 即使朱安眼看生命就要走到尽头时, 她托人给徐广平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愿望, 说希望能够葬在鲁迅旁边, 这是她唯一的心愿, 然而徐广平却并没同意, 直接拒绝了她, 一生唯此一愿, 没有得到过爱, 想葬在鲁迅的身边陪着她的希望也破灭了, 人生的尽头的成了一座孤坟, 始终荒凉着, 朱安一辈子活在屈窍里, 她顶着原配夫人的头衔, 仰望并紧紧跟随着像天一样的鲁迅, 期望能够慢慢感化并捂着她, 而鲁迅痛恨旧时代的规则和礼教, 又挣不开束缚, 因为历史没有给她正确的路, 在无爱的婚姻里, 持守着她的冷漠, 在爱情里没有婚姻, 终其一生在光与影中交错抗争, 朱安葬送了一生, 过了41年无爱无幸的生活, 在她卑微的世界里放弃自我, 固守着依附男人的生活模式, 让自己的一生活成了笑话, 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哀, 也是朱安不愿自强一味顺受的悲凉, 躺平的代价是如此沉重, 旧时代的朱安会给当下的人们一些启迪吧, 慈禧太后, 清王朝末期的实际掌控者, 依仗权威, 作为作福, 在列强入侵中国的危难之际, 她不顾家国存亡, 沉迷于个人享受, 生前宫中的宝物不计其数, 等到去世之后, 灵寝之中的宝物同样琳琅满目, 而这也引发了一些有心之人的注意, 最著名的莫过于孙殿英, 一堆炸药炸开了慈禧太后的墓门, 将里面的珍奇一宝到了个干干净净, 在这些宝物之中, 最引人注目的比那是慈禧太后口中的叶明珠, 慈禧太后虽然是女子, 但却成了晚清年间清政府的实际掌控者, 慈禧太后咸丰年间进宫, 此间经历风风雨雨, 尤其是咸丰帝年间的英法联军进宫北京, 慈禧跟随咸丰来到了成的避暑山庄, 咸丰皇帝体弱多病, 加上国事操劳, 身体日渐衰落, 不久便在成的避暑山庄病逝, 传为了爱新觉罗, 宰纯, 也就是之后的同治帝, 在这期间, 慈禧仅仅是两宫太后之一, 共同垂帘听政, 在这期间, 曾国藩, 李鸿章等汉臣得到了重用, 在宫亲王一新的主持下, 清政府还展开了规模浩大的洋务运动, 促进了晚清社会的发展, 以及清朝军事实力的进步, 在此期间, 慈禧太后的权力欲望不断膨胀, 先是排挤走了纽湖路市, 将权力收归己用, 其后更是将朝堂之上的臣子系数换为自己的人, 同治皇帝虽然为帝, 但却并无实权, 等到了光绪时期, 慈禧太后已经成为大清的实际控制者, 对于慈禧太后的评价, 一直以来都是褒贬不一, 就个人能力而言, 慈禧的政治手段敌, 却很高明, 但仅仅是朝廷之上的制衡而已, 远远没有历史之上, 吕后, 武则天, 刘厄等女性政治家的远见, 从历史进步的角度来看, 慈禧太后顾不自封, 把持朝政, 虽有李鸿章等进步人士, 但却先有作为, 光绪帝也曾立主改革, 但却被慈禧太后扼杀于摇篮之中, 慈禧太后的奢侈, 是举世闻名的, 在清政府军队废驰的情况之下, 慈禧仍旧奢靡生活, 毫不掩盖自己内心的欲望, 传闻慈禧对珠宝极为喜爱, 最著名的便是一对翡翠西瓜, 美国地区的翡翠开采在19世纪规模庞大, 其主要出口到了中国, 而出口到中国的翡翠, 一大部分又都进入了宫廷之中, 供慈禧太后使用, 这股奢靡之风, 还间接影响力, 当时中国很多达官贵人, 等到清王朝灭亡之后, 翡翠之风才得以缓解, 中国翡翠的需求量也大幅度下降, 由此还造成了美国众多翡翠公司的 倒闭, 但在慈禧众多宝物之中, 叶明珠是其中最为珍贵的, 慈禧去世之后的葬礼十分宏大, 仅仅是台官之人就有128人, 除此之外的宋殡之人浩浩荡荡, 绵延树立, 等到慈禧下葬之后, 墓中的陪葬品同样数量巨多, 价值上一辆白银, 而这笔巨款足够武装一支海军舰队了。